監視器拍下路口五輛車停等紅燈 後方一輛大貨車卻一路衝過來 居然停都沒停連撞五輛小客車 彷彿打保齡球五輛車左右被撞開 甚至騎上分隔倒 但大貨車還是沒有停 衝過路口又滑行快60公尺 竟然是煞車失靈闖大貨 再看一次驚悚畫面 小客車被大貨車往前猛撞 根本停不住 車尾幾乎全毀 車身撞爛或是後車廂翹翹起 一輛小貨車車體撞到變形 連安全島都被撞成小碎塊 耗製燈也被波及殘留外露的電線 驚悚車禍發生在10號上午 屏東新皮鄉嚇壞附近民眾 還好人員都沒有大礙 經現場實施酒測均為零 該路口耗製損壞 由警方現場疏導交通 大貨車煞車失靈連撞五車 嘉義也發生連環車禍 路口兩機車對撞 機車空翻一圈砸到另一輛車 居然直接衝進路邊砸機墊 再看一次 路口閃光紅燈 兩部機車先猛撞 三部機車連環撞 結果波及砸機墊 總共四人受傷送醫 大貨車推撞 五車仿佛打保齡球 還有三部機車對撞 撞到空翻還撞進店家 驚險車禍畫面 讓人看了捏把冷汗 記者侯國文 張春華 郭怡貞 嘉義屏東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